一般来说,亚洲国家的地理连接性受限于机场的吞吐能力 这些情况给本地区的贸易和人才培养形成了一套无形的壁垒 日本政府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援助 不仅是资金,还涵盖整个机场项目 具体包括设计、建筑以及员工培训等全方位的支持 我们还引进了地下管线式航空加油系统和全新的行李运输系统等 经过改进的高新设备,并设置了中央控制中心 第二航展楼的二级工程将于明年启动 今后我们机场的客运吞吐能力将达到每年5000万人次 在日本政府的帮助下,越南引进了一套名为VNEX、VSYS的在线通关系统 引进这套系统后,我们的通关程序得到大幅改善 通关时间显著缩短 地理连接性对东盟国家至关重要 因为连接性有利于缩小东盟十国间 以及国际社会间的发展差距 JSPP-21项目即将进入第21年 JSPP-21等项目借鉴了日本的经验 通过加强地区合作来创造附加价值 这为我创造了学习出入境管理知识和技能的绝好机会 大家共同合作,交流探讨 我要感谢日本和新加坡合作开展的这个项目 让我们有机会从其他国家去长补短 Mに覆盖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